大家早上好 在他的葬礼上我们听到他许多美好的见证 当我听到这些见证时 想在我的葬礼上会有怎样的见证 我会留下怎样的一个属灵的见证呢 那位弟兄留下了很好的见证 所以继续为他的女儿女婿和他的家人祷告 我今天想与你们分享 一个不寻常的主题 题目是圣经对环保主义的看法 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有关圣经对环保主义的看法 而我选的圣经我今天不会具体的讲 而是围绕这个主题 来探索圣经的看法 我们现在所住的地球有一天会毁灭 神要么重新更新了这个地球 或重造了一个地球 我们将住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中 什么是环保主义 环保主义是什么呢 我想问这个问题 根据英语科林斯词典 环保主义的意思是保护和维护自然环境的行动和政策 例如通过防止污染等等 这是英语词典的解释 在我开始之前 我必须向你承认 我没有资格谈论环保主义 我不是一个科学家 我只是个牧师 我们会议中也有很多专家 能比我更好的解释 有关环保主义 我也非常尊重 他们所做的 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如果你允许我给出小小的意见 我认为无论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 我们每个人 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都应该关心环境 保护环境 然而有一种形式的环保主义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即激进或世俗的环保主义 我们将对比圣经对环保主义的看法 和这个激进世俗的环保主义的看法 你想 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不同呢 明确区分两者的一种方法 是圣经环保主义 人控制自然 而在激进世俗的环保主义的定义中 自然控制人 这就是区分这两者的一个方法 或者换一个方式讲 在激进的环保主义中 自然比人重要 而在圣经定义的环保主义中 人比自然重要 圣经的环保主义相信 神是这世界的主宰 环境是单单依靠神将来的更新 而激进的环保主义 认为人可以拯救这个地球 我会使用自然和环保 环境这两个词 我会对话使用自然和环境这两个词 但我指的是同一件事 首先我们来看神在环境中的角色 神在环境中的责任 对护理的定义 说神积极圣洁的智慧的 智慧的 神积极圣洁的智慧的 有权能地继续保守 并同管他所创造的万有 及其一切行动 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 保守和同管 神保守和同管什么呢 神是如何的保守和同管呢 是极其圣洁的智慧的 有权能地继续保守 神按着智慧和全能 来保守和同管万有 这就是神的护理 让我们首先来谈论保守 保守这个词的意思是 保守 保护免受伤害危险 保护保持完美和不变的状态 在圣经的上下文中 它意味着维持和支持 哥罗西书1章17节 说基督 说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靠他而立 的立 意思是放在一起 在这里凝聚 保持在一起 这告诉我们基督 是自然界中控制 和统一的力量 基督是造物主 他 凭着他的能力 拖住万有 若没有他拖住万有的力量 宇宙和其中的一切 都将瞬间瓦解 今天早晨起来 你说 我还活着 我还是 一体的 因为 基督 凭着他拖住万有的能力 使你能够继续存活 所以 基督 作为造物主 不仅创造了万物 并且拖住 或维持万物 万物 当然包括我们的地上 所看到的一切 包括我们生活 整个环境和生命系统 空气 水 土地 行星 动物 都是我们环境 都是神所造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个讲道中会 用环境和神的创造 这两个词 互换的使用 神如何同广万物呢 按照他完美的旨意 用他的智慧和能力 再次提醒 就在 维斯敏斯的 信仰告白中 告诉我们 神的标准 立场 目的和方式 他按照他完美的旨意 用他的智慧和能力 同广万物 圣经中 关于神 同广万物 最美妙的经文之一 是在 荡仪里书 四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 这段话 是出自 异教国王 尼布贾尼撒 但以理书四章 尼布贾尼撒 被遗弃在 旷野中 几年 在 荡仪里书 第四章中 在 荡仪里书 第四章 这段话之前 的第三章里 尼布贾尼撒 王自大 认为自己 是伟大的国王 建造这样一个 伟大的国家 之后 他被遗弃 在 旷野里 神使他降卑 之后 他被 七年 他在七年 在旷野 像野兽一样 吃草之后 他恢复了过来 他吃了七年的草 搞不好会更健康一点 当然这我不知道 他在 七年后 恢复过来之后 他 说了这样一段话 但以理书四章 三十五节 说 世上所有的居民 都算为虚无 在天上的万君 和世上的居民 他都凭自己的意志 行事 无人能拦住 他的手 或问他说 你做什么呢 那时 我的村民 富归于我 为我的国 对荣耀 中威严 和光耀 也都归附于我 并且 我的谋士 和大臣 也来朝见我 我又得 尖利在国位上 自大的权柄 加征于我 现在 我尼布贾尼萨 赞美 尊崇 恭敬天上的王 因为他所做的 全部诚实 他所行的 也都公平 那行动骄傲的 他都能违背 如果神按照 他的执意 以他无穷的力量 和智慧 保守他的创造 并以绝对的主权 统治 所有的创造物 我们必须 谴责 寂静的 环保主义 因为 寂静的 环保主义 教导说 地球 是我们的母亲 应该让地球 或环境 来统治 来管理我们 但这不是神创造的计划 神的计划 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提到 神不断地保守 和统管 神 对他的创造 有计划 他的计划 是什么呢 神起初的计划 是要人来管理 他的创造 我们回到 创世纪 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我想很多人 都很熟悉 这段经文 那我们一起来看 创世纪一章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神说 我们要照着 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照人 使他们 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 并地上 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自己的形象 照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照男 照女 我重点提到这句经文 因为唯有人 是按着神的形象 所照 第二十八节 神说 要生养众多 便满全地 治理这地 这里的治理 与神的同管 是类似的词 这里说 要变满全地 治理 变满地面 治理这地 这是神 起初的计划 只要人 来治理这地 然而因为 因为犯罪 人无法再 完美地治理这地 不能按照神 起初的计划 如果你不相信 的话 你可以到 澳洲的旷野 野地去 看看那些动物 会不会听你的 然而在基督里 我们恢复了 这个状态 然而 我只有 完全 只有在基督 再来的时候 才能完全实现 我们之前提到 之前讲 前段时间讲到 也提到 新天新地 那时 我们将活在 一个完美的 环境中 空气 清新 水 非常的干净 你也可以 与动物一起 玩耍 照顾他们 在那时 在那之前 我们要明白 环境是为人 创造的 而不是为了 环境而创造人 神 神创造环境 是为了人 而不是为了 环境而造人 这一点 我们要非常的清楚 既然是神的 既然提到 神要人 广里万物 我们就知道 人是神 创造的冠冕 我们 我们 无人 有神的 形象 神爱 我们 高于一切 所有的 创造物 他在创造人 之前 创造的 万物 就像 你在生孩子 之前 你想要为这孩子 预备好一切 你为他 买好的床 你给他 买好的奶粉 给他预备了 一切 所需要的 一样的 在神 在创造人 之前 为人 预备了 可居之地 你从神 创造的 顺序来看到 他在第三天 造了 蔬菜 水果 第四天 神 神造了 太阳 行星 各样的 星体 他在第三天 造了 蔬菜 水果 之后 才造了 太阳 月亮 各个 星体 这与 人 这与 进化论的 观点 完全 完全 相反 第五天 他造了 鸟 鱼 飞燃的 动物 他在 造人 之前 第六天 在造人 之前 造了 野地 的 兽 神 为人 创造了 环境 不是为环境 造人 因此 为了让环境 更好的 为了让环境 更好的服侍人 环境要不断的 重塑 因此我们开垦土地 建造房屋 城市 开采自然资源 比根据人的消费 保守的 负责用的使用 你们在吃肉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 这些动物 有些人可能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 这不是 这并不是错误的 因为神 为人 创造了 环境 和各样的 生命 所需要的 所以要记着 从圣经的 环境 圣经的环境光是 人 环境是为 人所造的 环境 而世俗的 环境主义认为 地球是人的母亲 目前我们了解到 神在 他环境中的 角色 他是保守 同广万有的主 以他的智慧和能力 我们也知道 神对 创造 他创造的计划 是让人来 来 治理 这地 而人是 神创造的 中心 神要人 变满全地 治理这地 我们 也因此得出 结论 环境是为 人所造的 而不是 而不是 反过来 接着我们来讲 第三点 其实在 神的创造中 仍有什么责任呢 人 是神的管家 管理神的创造 因此人是有责任的 虽然 环境是为人所造的 然而 人在 对环境 有管理 良善管理的责任 让我们来读 创世纪 二章十五节 说 耶和华神 将那人 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 看守 这是亚当的工作 这是亚当的工作 修理 看守 伊甸园 这是他管家的职责 我们不仅 要管理 治理这地 还要 修理 抗守 管家是 的职责 虽然 他不 虽然 他不拥有 那个产业 但他有责任 要为他的主人 抗守好 管理好 那个产业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 地球不是属于我们的 是神创造的 是神的 包括世上 地上的一切 即使是 山上的牛羊 野地里的各样 动物植物 都是神的 那我们要做 有负责任的 管家 让我们谈谈 我们对 动物的责任 你们中 大概有人 会在想 我们该如何 对待动物呢 也许因为 一些极端的 极端分子 使人们对 环境问题 置之不理 一些 环霸主义者 似乎 比对人 更关心 各样的动物 昆虫等等 他们关心动物 我们是神的管家 不仅要管理 控制 神所造的 还要照顾它们 管理 有负责任的 管理 所以有没有 充分的理由 应该照顾动物 我想提到 几点 提到三点 三点 我们对 动物的责任 第一点 万物都是 神的产业 因此 都是宝贵的 人是特别的 因为人有 神的形象 然而 作为 被造物 我们只是 被造物 除缺人 有神的形象 以外 作为 被造物 人和动物 和一切被造 在神面前 都是同样 宝贵的 马太福音 6章26节说 你们看他 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储蓄 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 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 飞鸟贵重得多吗 我们比 飞鸟和其他的 被造物 尊贵 因为我们有 神的形象 然而 那就是 天上的飞鸟 神也 养活他们 天上飞鸟 在神眼里 也是宝贵的 因此 神也 活他们 万物 在神眼里 都是宝贵的 因此 我们要 对 环境 负责 如果 你有 有猫 有狗 各样的宠物 确保 你要照顾好 他们 照顾他们 爱护他们 在 出埃及 和生命剂中 神也 命令 我们要 照顾好 家中的 牲畜和动物 第三 我们 不应该 有任何 我们不应该 有任何形式的 残酷 对待 动物 不是我们 因为是神 创造的中心 我们就可以 滥用 虐待 动物 真言 十二章 十节 说 一人 顾惜 他 身处的 命 二人的 怜悯 也是 常人 我对我孩子 说过 你看一个人 如何对待 他的宠物 你就大概知道 他的性情如何 如果他 对待动物 温和 爱护 那他应该 也是个温和 尚于爱护的人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给我们所有的动物 供给我们食用 创世纪九章三节说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用 这一切都赐给我们 如同菜书一样 所以蔬菜 水果 动物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食物 虽然我们应该善待动物并关心他们 但不要忘记他们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造的 所以我们可以吃他们 不要浪诱或虐待他们 然而可以按理的 有责任的使用他们 最后我们来看我们对环境的责任 这大概是你们想要知道的 我们刚才谈到我们是神的管家 要管理神所造的万物 而环境是为人所造 而不是人为环境所造 当然我们对环境也是有责任的 作为神的管家 我们应当要竭力地减少浪费 我们不应该以毒素来污染我们的河流 以塑料来充斥我们的海洋 这是我们不应当做的 因为我们来照顾我们的环境 保护环境 我们也不能过度地砍伐我们的森林景观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环境 但是不能过度地滥用和不负责任的使用 神命令我们管理环境 使用环境 一个负责任的 我们管理环境也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益处 也为整体的环境和创造的益处 当我们在使用神赐给我们的能源时候 我们也要想到房式都有时期的 房式都有时期的 时间到了 神会审判这个世界 就像彼得后书说的 那时候有闲置的都要被消化 我不知道神会更新这个地球 还是重造一个地球 然而圣经告诉我们 当时间到了时候 神会将一切都回去 自然 世俗的环保主义 也要想要永远地保存这个地球 然而人尚且无法永远地保存自己 而从圣经的环保主义来看 神是这环境的主宰 最终神将拯救 但不是通过人 而是通过神 世俗环保主义认为人 可以拯救这环境 因为他不知道神的道路 虽然他们想法很崇高 然而他们不在乎神的计划 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说 这个时代的末了 地球和神所造的一切都将毁灭 说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 有形智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我们居住的地球 不是一个永恒的星球 从来都不是 世俗环保运动 试图永远地保存地球 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神的计划 我们现在看到有形智的 自然 环境 地球 及整个宇宙都将被消化 神将创造一个新天新地 因此 与其在保护地球的运动中 随波逐流 我们应该告诉人们 审判的日子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了 在同时我们也是 神的管家 应当负责任的管理 和使用这个地球和环境 我们每个人 无论你是否认为自己是环保主义 都应该要关心环境 因为我们对神的创造 要做负责任的管家 我们必须努力保护和维持环境 要努力减少浪费 要减少浪费 尽可能使用再生能源 不应该污染我们的河流 不应该用塑料 不应该用塑料产品 填满我们的海洋 不应该过度砍伐 作为神的管家 我们还要认识到 我们的使命不是拯救地球 因为人尚且无法将自己 从将来的审判中拯救出来 人需要神的恩典来拯救 这恩典只有通过基督 和他所做的功才能得到 并期待未来的那一天 那一天 天地 以及所有创造物 都将从罪恶的咒诅中解脱出来 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中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但我们相信盼望那一天 我们呼召要使这地球 从一个更好的地方 主要并不是去治理环保 我们仍然要善待负责任的管理 和使用地球的资源 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我们的见证 和我们所行的来使这个地球 实际上成为一个更美好的环境 但是我们要记着 我们不是这世界的救主 我们不能拯救地球 我们甚至不能拯救自己 神将审判这个世界 每一个拒绝基督和一切有形制的 都将被烈火焚烧 唯一的出路就是相信主耶稣 相信祂为你所做的一切 祂来过一个完美无缺的生活 是为了你 好叫你因祂称义 祂来也是为你而死 所以当祂在十字架上 神对所有罪人的妇怒 都转移到祂身上 在第三天祂复活 自然你也可以得荣耀 与祂将来一起生活在一个 荣耀完美环境的新地上 祝我们感谢祢 我们知道你不仅创造宇宙 天地万物 用着你极其的智慧和能力 你也持续地保守 我们求你 让我们成为好管家 并且 行出你对我们的呼召 能够宣传你的福音 因为在主里面 我们有着救恩 能从将来的审判中得救 我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有勇气 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中 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大家